因为金钱纠纷 25号晚间新北市中和 有一名嫌犯跟同伙 在超商里面等待被害者领钱交付时 疑似等到不耐烦 认为这个被害者动作太慢 竟然是拿出了暗藏的西瓜刀 将被害者化伤之后 随即驾车逃逸 警方根据了监视器画面 以车追人 顺利在大楼的民宅里面带到人